健康知识 据广东通报 广州一个大学 联合广州海关及中山五院 从新冠肺炎患者粪便中分离到病毒 对此我想说明一下 部分病例早期的症状中 有腹泻等胃肠道的症状 患者粪便的标本中 核酸检测阳性或分离到病毒 提示感染新冠病毒后 病毒在消化道内也可以增值 通过对病例临床表现分析表明 不管患者消化道症状是除发症状 还是并发症状 发热、乏力、干咳 仍然是最主要的临床表现 粪便中分离到病毒 并不意味着该病主要传播途径 发生变化 仍为呼吸道和接触传播为主 消化道的传播 包括分口传播 在全部传播中的作用和意义 仍需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中文字幕作为主要传播中的作用